歌琳多前书十五章三十六至四十五节 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 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 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 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 星有星的荣光 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 死人復活也是这样 所种的是必扭坏的 復活的是不扭坏的 所种的是羞辱的 復活的是荣耀的 所种的是软弱的 復活的是强壮的 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 復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若有血气的身体 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 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早在二十五年前的一九九零年一月二十八日 《加拉太书》第一百零六篇 《圣餐行列》第八篇 《基督的身体》的主日信息里面 尤华牧师经已分享到 按照《创世记》第一章 和《诗篇》第一百一十五篇的启示 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 藉着泥土造成有灵的活人 就是先祖亚当 给他一个地上的身体 派他管理全地和万物 《创世记》一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做人 使他们管理海内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生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样众多 骗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内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诗篇一八一十五篇十六节 天是耶和华的 天地他却吸了世人 只可惜魔鬼藉着欺骗 将首先的人亚当欺骗了 人类自此丧失了 神所赋予地上管理全地的权柄 全世界都饿在那恶者魔鬼的手下 甚至因为先祖亚当犯了罪 人类的身体和地都受咒了 死亡亦因此临到众人 《创世记》三章十七至十九节 又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了 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侄类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疏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尘土 仍要归于尘土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结果主耶稣基督在二千年前降生为人 捨弃了神的形象和神圣 取了劳博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拥有与人类一模一样的身体 主耶稣基督以人的身躯 以及人在地上的一切权利 重新赚取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所有权柄 成全了神的救赎计划 拯救世人 属回万有 主耶稣基督成为末后的亚当 成为了叫人活的灵 让世人恩着主耶稣基督可以得救 除此之外 身为末后亚当的主耶稣 更亲自示范了在初熟节当日 带着其他已死而有合资格的圣徒 得着复活的身体升到神宝座前 成为初熟的姚祭 在永恒里面得着复活的身体 哥林多前书15章20至25节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 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 初熟的果子是基督 以后在他来的时候 是那些属基督的 再后末期到了 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都毁灭了 就把国交予父神 因为基督必要作王 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 明显 圣经早已记载 接下来基督徒的避体 神会按着指定次序 让各人复活和拥有一个复活的身体 就好像一个在母腹里的婴孩 从头到脚是按着先后次序而诞生 所以基督徒被提的时候 各人也是按着先后次序去得到复活的身体 以下是节禄1990年1月28日 《加拉太书》第106篇 《基督的身体》的分享 身为末后亚当的主耶稣 如何降生为人 成全神的救赎计划 并且从死女复活 亲自示范得了一个复活的身体 成为死人复活的初熟果子 我想大家见到創世纪第1章 第26节 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我们的样式做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生畜 我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当时神创造了人出来 不是要他们做乞业或者做奴隸 因为原来神将地球给了人类之后 魔鬼和神都是一个过客 这个我曾经说过 但是我想让你知道一件事 所以有很多人说 如果神真的拥有这个地球 如果真的有神 他就真的搞到一窩泡 有这么多争战 有这么多战争 有这么多死人 有这么多BB仔饿死 有这么多疾病或者这些东西 但我告诉你 他是神 单的问题就是 他无权控制这个地球 如果不是 他就说谎 听明白 所以有人说 嘿 哪是 如果是这样 神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不用理我们 不是的 神不是什么都做得到的 你知道吗 很多人类历史当中记载 还有知道 就是阿当犯了准 所以你看到 为什么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 教我们祈祷 其中一句就是什么 愿你的国降临 就是神希望祂的同在 神的 祂那种的真实 神那种的能力 神那种的旨意 去降临在这个地上 为什么 原因就是说 神不可以 不经过人类的允许 去将祝福再次降临这个地上 问题就在这里 原来 撒旦就由创世开始 就用了一个陷阱 然后使到人类 将这个属这个地的契约交给他 而到现在 人类一直不断 每千每百年都交给他 但是神唯一 就是以前用旧欲去解决 希望有一些小的转环 但是神有一个可以更好的解决方法 所以主耶稣基督 就来到这个地上出生 而我也想让你知道一件事 你知道主耶稣基督怎么说吗 就是神差的天使去到玛利亚 祂说会有一个婴孩 由你而生 祂的名字叫耶稣 那一句是神说的说话 我想大家去看看路加福音 第一章 我由第26节读起 到了六个月 天使加伯列奉神的差遣 其实可以做什么呢 玛利亚是加伯列 去说完那句神的话之后 玛利亚才怀孕 你知道吗 他接着说什么 加伯列奉神的差遣 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瑟勒 到一个同女那女 当时还没有怀孕 他不是有了BB的 你明白吗 但他什么时候怀孕 是加伯列说完那句话之后 就是神的话之后 他说让这句神的话 敬艳在我身上 立即他就怀孕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句这么简单的说话 是神的话 就产生了一种创造的能力 而主耶稣基督 就是因为这句说话 单身在地上 这句说话就是什么呢 听着 第三十节 天使对他说 玛利亚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了恩 这句就是三一节 你怀孕生子 可以吸他起名 叫耶稣 天上地上地底下 为什么没有能力 可以胜一个神的说话 就是因为神的说话 能够有这个创造的能力 而他就诞生了 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而你会看到 在旧约当中 神就一直预备这个 叫做新药的一样东西 因为人已经和魔鬼立了一个药 神唯有另外再立一个药 有人说 主耶稣降山这个地上 他是拿起了所有 神的属性和能力 听着一样 主耶稣降山这个地上 他是放弃了一切神有的特性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撒旦挑选他 你是神的乙子 你没有资格在这里 但是主耶稣说 我由出生至现在 我都是人子 他说我是人的乙子 我有资格在这个地上 我有一个身体 我降身在这里 我以有这个权 可以将你去捉出这个国家 我们怎么证明这件事 如果主耶稣基督 是带着他神 所有的特质来到这个世界 他为什么要受恩高 我问你 你在哪里找恩高 比神本身厉害 他为什么要受恩高 因为他要像一个人 那么普通 他都要借着神的恩高 才可以释放秘老 叫黑眼的得意志 因为他没有神的恩高 在他身上 所以他根本走不走 他是普通人 你知道吗 因为他要成为一个人 但他走过一条路 是我们都要走 但他从来不失败 他有资格拿起神 在创世纪所说 你要管理全地 圣经说 因为他降生这个地上 他是人的义址 所以他合法 去作这个审判 把撒旦再次将他赶来这个世界 所以主耶稣他是神的义址 但是他降世成为人 这点你要知道 因为原来神和人 都是在寻找身体 一些的肉身 就是在这个地上 合法的肉身 去走出他的旨意 让方第五章第26节 听着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 就刺及他儿子 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首先他开始说主耶稣的神圣 他是神的儿子 但是接着他说 第二个很重要的东西 并且因为他是什么 人子 son of man 人的儿子 的意思 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刺及他 是因为他是人的儿子而刺及他 刺及他行审判的权定 神可以在天上审判 可以在天上率撒旦来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地球 撒旦可以造成他的避难所 因为阿当 已经将这个权给了他 但是 这个权再次落在哪个手上 就是落在神的手上 希伯罗书第10章第5节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 神啊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凡枝和宿醉枝是你不喜欢的 那时我说 神啊 我来了 唯要照你的旨意行 神以前的旨意是没有办法走在地上 但是主耶稣拿了这个身体之后 他有一个身体 神的旨意再次可以走在地上 主耶稣就是神的旨意 他说我来都可以照着神的旨意行 所以他在地上走一阵 就是走神的旨意 你看真的 他做会一样东西 去赶鬼 医病 很多人说 医好疾病不是神的旨意 很多人说赶鬼不是神的旨意 很多人说福兴不是神的旨意 你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所做的每一天 每一天的工作 都是神的旨意 神等了几千年了 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 这里一句 才继续主耶稣出来 然后个个否定 这个不是神的旨意 主耶稣不是我们的旧主 你知不知道 我告诉你一件事 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答案 所以神经说 那时我说神 我来了 唯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经卷上 已经记载了 就是什么 就是神藉着他的话 去创造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出来 希伯罗书第五章第五节 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一句的经文 如此基督 也不是自取荣耀作大祭司 乃是在乎向他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这个经文是说什么呢 原来主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 就是他从死到复活 再次上到天上 升到天上 原来不是主耶稣自己拿的 他说神是在那时候 在他死里面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很多人说 主耶稣基督出世的时候 神说我今日生你 错 可能说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错 神为何要再次生主耶稣出来 除非他死了 是主耶稣死在阴间里面的时候 神就说这个话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但是又带出一个什么意思呢 我想给你知道 在这个地上 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里面的时候 人所见到 就是主耶稣的一个钉在上面 但是在圣经里面 让我们知道 神所见到的 就是主耶稣是个头 教会就是个身体 一起钉在这个十字架里面 而一起死了 一起落了阴间 而一起 神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而全教会 包括主耶稣基督 同一日重生 我们曾经说过 主耶稣在阴间重生 而你也是在阴间重生 因为你不死 你怎会重生 对不对 你没说再进回去 没有福出回来的 你现在没得说 跟主耶稣讲 讲天国的暴秘 对不对 但是问题就是 原来从神所看 当天钉在十字架里面 主耶稣就是个头 教会就是身体 他看 就是说你们已经一起 因为信了主耶稣 你已经给了这个代价 你已经死了 并且你和主耶稣 基督一起重生 你说 竟然这么紧 我们和主耶稣基督一起重生 这么厉害 但是圣经说 他说主耶稣是初属的果子 我们跟着 对不对 这个圣经说 所以如果主耶稣基督 不能重生 你和我都不行 因为他的头 我们是身体 因此神的救赋计划 我们是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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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